好,在这边呢,我们有 CM,然后它有Linear,还有 Non-linear的Equation,然后我们知道一定是从Linear写成 Non-linear,然后再Sub进去,然后我们在 选的时候,我们会选把X写成Subject,或者是把Y写成Subject 然后这个时候呢,我们就 要考虑,到底我要把它换成X等于什么 X等于什么,或者是Y等于什么,这样来 你选对的情况之下,它就会 4半公倍,你选错的话 就4倍公倍,好,这一题很简单 很明显,所以这一题我们选X 这个是Equation1,这个是Equation2,然后我们 FromEquation2,到我的X等于2加2Y 这个是Equation3,然后再Sub进去 Sub进去的时候,我的X只有一次罢了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,我就可以Sub我的Equation3 IntoEquation1的时候 Y2-2挂虎,2加2Y等于1 这样我在这一边,我只要Expand一次 它就非常的简单 好,接着我们在这一边 这个是Equation1,这个是Equation2 然后这一个它是Nonlinear,这个是Linear 我一定是从Equation2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选1,把它写成X as a subject 还是Y等于Subject 好,so有些人就会讲,老师这一题我选X 为什么呢?在这一边,FromEquation2 我的X等于2加2Y,变成Equation3 然后我Sub我的Equation3 intoEquation1的时候 它变成2加2Y的Squade -2挂虎,2加2Y,Y等于1 OK,这样的做法呢 我这个时候我要Expand两次 OK,可是如果我在这一边 我写成这一个FromEquation2 然后我把这一个翻去后面 然后2翻来前面 我就会拿到我的那个X-2等于2Y 我的Y等于X-2等于2 这个是我Equation3 然后这个时候我SubEquation3 IntoEquation1的时候 才变成X-2挂虎 那个2XY 2X 然后X-2和2等于1 其实我这一边直接可以阅调的 哦,这样选Y其实比较容易 即使它这个是3的情况之下哦 你就要处理分数哦 所以这个呢 这样的选这个的时候 它这个就要处理分数 所以处理分数 如果你的处理分数比较强的话 你就用选这种分数 如果你Expand比较强的话 你就处理第一种分数 就是这样 你处理分数比较弱的话 你就选X 那要Expand两次 你Expand比较弱的话 可是你的处理分数比较强的话 你就选0Y 然后可是for这一题 你根本都连分数都不用处理 这样其实这一题选Y 是比较容易 OK 好 来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题 呃 等一下啊 我改一些东西 好 这一题我把这个变成J OK 好 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选X还是选Y呢 so for这一个题目呢 这一边 Equation 1 Equation 2 So Equation 2 Linear Equation 1 Non-Linear 所以这一个我们选X So from equation 2 我的X等于2 减2Y OK So因为我在这边我选X的话 它要Expand两次 我选Y我也是Expand两次 可是我选X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选X的好处是我X用处理分数 OK So我们在这一题的时候 我就选X不用处理分数 选Y需要处理分数 OK 选X Y都需要Expand两次 所以在Expand Y的话呢 都是一样要Expand两次 然后可是在选X的时候 我不用处理分数 选Y的时候 要处理分数 好 再来我们再看这一个 我的X2加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我把它变成3X加2Y等于2 So这个是Equation 1 是Non-Linear的 Equation 2 是Linear的 好 这个时候选X还是选Y 好 这一题呢 我选X的情况之下 它的X呢 会是等于2-2Y over 3 我选Y的时候呢 它是2-3X over 2 这其实我选X也好 选Y都好 我都需要处理分数 然后我选X也好 选Y也好 我都需要Expand两次 X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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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一个 选 OK 这一个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选任何 我一个都需要Expand两次 然后 都需要Expand两次 都需要 处理分数 感觉好像都一样 但是如果给我选的话呢 我会选 1 OK 因为分母 是2 比较小 然后感觉分母 OK 处理 OK 处理 分母 是2 比 处理 分母 是3 容易 OK 那个是 个人的感觉 其实它的 那个差别 是非常的细微 OK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 XY 分母是2 因为我觉得 我看到分母是3的时候 我会害怕 为什么呢 我3分之1是 0.333 2分之1是0.2 2分之1比较容易处理 分母是2比较容易处理 OK 2分之1是0.5 OK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2X加3Y等于5 X2加XY减2Y2 于10的时候 OK 我们要选 选X还是选Y呢 OK 好 来 在这一边呢 OK 如果 我把这个改成7 我改成7 这样 我这个时候要选X还是选Y呢 OK 我不管我的这个X2还是7都好 这个呢 我都会选X 为什么我在这边我会选X呢 我把它写成X等于这个5-3Y over7的时候 然后我在stop进去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Y它有-2Y2 -2Y2我觉得还不会这样容易弄错 它有一个-Y2的话呢 很多学生就会犯错的 当它是-Y2的时候呢 你要把它变成-挂弧Y2 不然 然后你那边expand了的东西 它每一个都要再跟它这样沉进去 那个- OK 就是说你在这一边你的这个- 假设我在这一边我就有- -5-3- Y的Square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那这一个它就会变成- -25-30Y加9YSquare 然后它会变成-25加30Y -9YSquare 当你有YSquare的时候 你要非常小心 你要自己加多一个挂弧下去 你没有加多一个挂弧下去 你这一边的符号一定错 很多学生就在这个地方 他的符号错 因为他的YSquare的时候 他-YSquare 他这边的符号 他要再加多一个挂弧下去 你没有加一个挂弧下去 你就会错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个我选X的原因 是因为我的这个Aspend的YSquare前面是- 我的XSquare这边是加 所以我这样处理会比较容易 所以这一边你选Y的情况之下 你叫处理 这个-2YSquare选Y需要处理Aspend Tension Involved Negative Co-Efficient OK So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是觉得选X会比较容易 OK So他选X会比较容易 选Y就比较难了 因为这一边他难处理 OK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一题 刚刚那一题跟我刚才讲的是类似的 所以 主要是在这一边 我们在选谁来Sup的时候 你就心里想选哪一个 会需要处理的东西比较少 你就选哪一个 OK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的 做的题目 你就能够比较看 在MX里面呢 我们考试是分秒必争 OK 当你平时做练习 你没有做的时候 你在考场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做到顺 你不顺的时候 你就耗时 你耗时你一定做不完 OK 呃 你 这样